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候已经有一位奥特曼在这里买最新的核丸了 迪迦见到核丸只剩下一包了 赶紧把这一包买了 这是太加奥特曼的人偶对战核丸 超市里还有各种玩具 赛罗选择了一个奥特曼手镯 迪迦看中了一本奥特曼的漫画书 买了这么久 迪迦问赛罗篮子里拿的是什么 原来也是一个怪兽化石 正好这么巧 赛罗提议和迪迦一起来猜玩具 这样子两个人就可以一起玩玩具了 首先来看一下赛罗买到的核丸 上面有太加和太罗两个人偶 那太加是太罗的儿子 然后太罗又是警备队的教官 一起打开来看一下 这是太加 然后是太罗 还有一个口香糖 来看一下太加的核丸版软胶 和500系列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手臂上的颜色和太加火花的颜色 好像不太一样呢 再来对比一下太罗的软胶 核丸版的左手变身手镯 比较明显呢 看完赛罗的来看看迪迦的 她的是太塔斯和风马奥特曼 他们和太加奥特曼 组成了奥特曼三人小队 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呢 这是风马奥特曼 然后是太塔斯奥特曼 先来对比一下风马奥特曼的 那你们能找到哪里不一样吗 太加火花的地方颜色不一样呢 再来看看太塔斯奥特曼的 耳朵的颜色 耳朵的颜色还有手臂的颜色 变身器的颜色和手套的颜色都不一样呢 接下来来看一下迪迦买到的漫画书 其实这是一本奥特曼的名语书 那里面一共有一百道题目 能全部答对吗? 一起来看一下 从下面四幅图里面找出不一样的图片 这个也是找出不一样的图片 然后这个是哪一幅呢? 还有这样的题目 左边的怪兽叫什么名字? 还有这一只怪兽 你们都能猜得出来吗? 这个奥特曼变身器的名字叫什么呢? 还有这一个 那你们知道吗? 这一只怪兽的图片是哪一张呢? 然后是这一只怪兽的 这些图片里面哪一个是不一样的? 哈哈 那这些题目都非常的简单呢 接下来来看一下赛罗买到的这一个 它是哪一位奥特曼的呢? 有四个头标这么多 还有紫色的花纹 戴在赛罗的身上看看 赛罗变成了另外一个形态 原来这是超限赛罗的以沙手镯 赛罗和迪迪迦还买到了崎岖蛋 来看一下 这个红色的是什么呢? 看起来好萌啊 来看看蓝色的崎岖蛋 里面有什么呢? 它的也看起来好萌啊 这时候 托雷基亚奥特曼出现了 哦不好 它召唤出了一只可怕的怪兽 赛罗奥特曼说 看来只能用那一招了 托雷基亚和怪兽被打败了 变成了这是什么东西呢? 你们知道吗? 你们知道吗? 就算是小时的 有吗? 对我用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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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